直接攻匡呢 好像机会出不来 因为哈达迪确实他的覆盖面积太大 所以停在了篮筐附近这位置 然后四川收得也非常厉害 转换当中这球一传找到了张建林 接到低位 大函 大函这个球打得很有灵性啊 往篮下走 打得很坚决 打一下之后 开梅奥再分球 张正林在第一脚 三分出手 韩特军今天拿不到好机会 张正林循环下往里走 法理相当出色 上篮得手 那还是要提到就是在他这一点上 其实是能够创造优势 还是一样的站位 两个底角多少有人 空间尽量地撑开 出手也 非常的坚决啊 来到这一侧 来到这一侧 郭艾伦 再分 有三分的空大 没有把握住 冲向篮板球 大函先 点到之后 然后是张正林的得手 空特得穿下鞋啊 空特确实没有想到 这边又是郭艾伦 直接断下来 局部二打一 张正林 反击得手 这段时间确实是以郭艾伦为首的 辽宁外线防守 强度上来 给四川这边出球 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 空特 终结这下欧洲部最后被冒掉 郭艾伦带起速度 辽宁三打二 给到张正林 刚才比赛剩下最后的80秒钟 李源宇持球来打 脚步不错 能够打成 拉板球所有拿下来 还是韩德军和郭艾伦之间的掩护配色 张正林 中距离的机会 利用掩护 郭艾伦往篮下走 再给到侵入的张正林 一个拉杆 造成了犯规 拐要挂掩护 贴得完紧的 这是几锅的掩护 李源宇 外围直接换防 李源宇来到外围 路也太开阔了 而且手法很高明 张正林 两次发球 在后场来发 只有一秒钟的回旋时间 给到李源宇 拿到之后空篮 背后的封盖 这球能发过来相当不容易 拿到后面 感谢观看